请问夏至有哪些讲究呢 夏至可是个大事 在清朝以前啊 这天可是得放假的 在古代夏为大 至为吉 夏至意味着万物到此 繁茂到了极点 夏至也是24节期中 最早被确定的节期之一 在盲中后的第15天 也就是杨历的6月21日或22日 这一天呢 太阳直射北回归线 因此这是北半球白昼时间最长的一天 从这天起 北半球白昼渐短 黑夜渐长 所谓夏至 就是夏天到来了的意思 天气变得炎热 气温上升 夏暑作物生长旺盛 农忙时节正式到来 此时啊 长江中下游江淮流域 正值美雨季 潮湿 闷热 常常下暴雨 由于夏至正值卖收 心脉上市 磨成面粉 做成面条 也就有了夏至吃面的饮食习俗流传至今 地经碎食基盛中也有记载 是约 家家巨食冷桃面 即俗说过水面事业 夏至这天虽然不是天最热的时候 但表示酷热马上就要袭来了 赶快调整饮食 以清凉食品为主 为度夏做准备吧 所以啊 夏至面也叫入浮面 民间俗话说 吃过夏至面 一天短一线 另外 在清朝的时候 夏至还有个有意思的习俗 这天不准撒谎骂人 不能剃头 这在《倾家录》里是有记载的 不管什么样的民俗 反正夏至这天 至少得提醒您 真的 咱得少吃点油腻了 该捡捡肥肉了 剩下就要来了 彻底遮不住肉了 哎哟尽嘛 呃 我是 我是 Yeah